看小说的时候会觉得哇就是好甜啊 那蛮好的耶 游戏人间 所以说之前有拍一些照片 我有的他也得有 哦他有耶 他有最后 有播吗 哈喽腾讯视频 迷妹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杰丽月八 你已经演过三次明星了 觉得影视剧中女明星和现实中的女明星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以前觉得其实影视剧就是影视剧 它肯定跟现实是有很大差别的 但其实演了女明星 我觉得大家果然还是在影视圈行业的人 所以说其实差别不会特别的大 有为乔金金设计一些小细节吗 我没有 就是完全按照剧中的 小说中的金金去演的 看小说的时候会不会比较有带路感 看小说的时候会觉得 哇就是好甜啊 他们俩在一起那些桥段 看小说的时候刻到了哪一段 后来他们俩在那个 KTV聊完天 然后出来他带着他在那个安全通道 于途跟小金金说完告白的话 有人出现的时候 他一把把他抱住去保护他 这种就会觉得 哦 对对 对对对 拍摄这场戏是感觉是自己想象的样子吗 嗯其实真的是在比较高还原去这个小说中的一些桥段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跟我当时看小说的那些想要展现出来的画面是一样的 嗯 倒也不会因为我们拍了很多条 试了好多条 已经演过多次女明星的情况下还愿意接受部戏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因为当时演高文的时候还会比自己就是比较小的高文的年纪可能当时跟我本人的年纪还是有点大的就是差距有点大 那现在演乔金金的话我会觉得首先他年龄跟我一样 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现在的职业上的这个状态工作上的分量之类的都跟我相似 所以我就觉得哎要不再试演一次看看就是和当时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收获 乔金金这让你欣赏的作人面临是什么 嗯我觉得他比较直率这一点还挺吸引我的 是属于比较有事业心还是电爱脑一些 我觉得应该也不能算是爱情脑吧 因为他其实有在他有爱情的时候其实他也一直都在兼顾着事业 他没有就是说我要放假我不干了或者我要退圈之类的 对他是两个都在同时进行 有一句口号是天生地质美如花游戏事业两手抓不是应该爱情事业两手抓吗 那蛮好的耶 游戏人间 从你的角度来看你是怎么看待乔金金的两次宝贝被拒绝的 想不通啊 对真的想不通啊 因为其实一开始在高中的时候他确实说我又没有哪里很差 是真的没有哪里很差 而且他也没有成绩很烂啊 毕竟他也是在一个重点高中啊 然后到后来在自己的事业上有所成就的时候 以一个最好的状态去迎接于途的时候 他又拒绝了 就是好像两次都是出于于途自己的一些私人情绪 真的是不理解 就是替乔金金觉得就也不是不值就是觉得乔金金蛮可怜的但是毕竟是他自己的选择嘛 以你自己来看你是我的荣耀传递出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以比较感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出发它其实是很现实的一个感情线出去 她是一个女明星这样一个职业来讲 其实他们的这些感情的一些经历也好 从高中到工作后再次相遇 然后两个人在工作上都有各自的挫折 面对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压力也有在保持着初心这样的一些东西 比较现实以外 其实还有更大的是像祖国的航天事业的这么一个展现 跟观众去见面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在你是我的荣耀这部剧里 对 大家收获应该会很多 你觉得拍摄这部剧有后劲吗 嗯 我觉得其实像我刚有提到过 就是像我们最后一场戏是火箭发射 然后所有的家属都去看火箭发射这么一场戏 我觉得那场戏还挺触动我的 就是在文昌拍着这段戏 我就觉得真的是去看了火箭发射 其实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灯光 好强的一个光 就简直睁不开眼睛那一道光了 然后当时拍着拍着就真的是很有情绪 因为我们要倒数一起去看那个火箭 我觉得这场戏其实后劲还蛮大的 因为当时也确实是在文昌去拍摄这段戏 拍完这部戏给你的演戏或者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吗 嗯 生活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对 然后因为也是一份工作 就是尽全力把它做好就好了 平时探店的时候有没有遇见什么新奇好玩的吃的或者玩的呢 新奇好玩 其实探店就是去看新奇好玩的 然后有一些什么小的一些蛋糕啊什么 所以我都是去探这种 就是小的蛋糕或者是什么喝的一些饮品啊之类的 对 就反正都是一些甜甜的一些小蛋糕之类的东西 一直以来能够看到粉丝在评论或者超话留言 那你关照自己 那么你有什么想关照粉丝的吗 发照片是吗 发Vlog 我一休息我就会过自己的时间 对 或者说我如果没在拍戏的话 我也会比较过自己的时间 因为我其实会蛮喜欢就是 那个时候做回我自己 不会太去面向大众这样子 对 我还是想做回自己一点点 所以说其实现在也是有攒一些照片 然后视频的话我也会 哎 我也会交给我的工作人员 因为之前好多东西都是我自己 我就想私藏 就私藏就是等我老了看的那种 因为其实给大家看到的我觉得是已经很多的一些东西了 所以有些东西我就是想要属于交给自己看的那些 粉丝说晶晶都比热巴大方 因为晶晶还会下一个自拍 对 我也会晒的 因为现在也在剧组不太方便就是拍一些装发什么的 所以说之前有拍一些照片也都交给工作人员 他们会到时候去看一下周青去发 不是工作人员被锅 对的 小锅 上次在我们装发中给粉丝不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 强哥强哥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咪 摸摸摸摸啾啾啾 这次还会有新的吗 这次的新的话 我又想一下弄点啥好呢 也是在评论上是不是 请大家在评论上写 天下第一大可爱 然后 没了 就这样吧 我就不为难他家了 这是要认证的 就是你要打信用力去写这个东西 如果和粉丝交换位置 你会想到乔晶晶的事业粉 妈粉 男友粉还是女友粉 为什么 男粉 因为我想了一下其他的好像都不太跟乔晶晶的 他又没有很奶奶的那种感觉 所以当不了麻粉 然后女友粉的话 他也没有很 他就是很焦一点 那我觉得 女友粉的话可能会不太 也是不太搭 还有谁 嗯 事业粉 其实也不是不行 双粉吧 暗粉 给乔晶晶安排三个热搜词 晶晶荣耀 然后 乔晶晶妆妆法 我有的他也得有 乔晶晶还有 啊对对对对 乔晶晶生土 有了 给乔晶晶安排一句公布恋情的文案 哦他有耶 他有最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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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在这里有有有的 有文案的 模仿粉丝语气给乔晶晶打抠 对不起我想到了那个 一个韩国艺人的一个表情包 李光处 对 我想到那个表情包 就是那个样子 大家去想象吧 我不演了 哈哈哈 好